了解马来西亚的政治资金 2 什么是公共资金 公共资金是政府预算中分配给符合资格政党的资金 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国家都有直接或间接为政党提供公共资金的规定 在东南亚、例如印度尼西亚、泰国和柬埔寨等国家的政党都有公共资金的资助 政治资金法案对公共资金的建议 马币1亿3000万令吉的数字是取过去10年联邦预算的中位数 并将其乘以0.05%所得出 当中1亿2000万令吉将依据选票比例分派 而1000万令吉则根据当选女性代表人数分配给各政党 公共资金依据所得选票分配 要获得公共资金、政党必须 获得最少2%的有效选票 在选举中获得一个州议席和国会议席 政党之间分配资金的公式为 政党所获选票数除以总有效选票数 然后乘以依据选票所计算出的分配金额 实行公共资金将为马来西亚带来更透明和公平的选举 政治资金法案将为所有大马子民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